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 这个IMB的政商关系已经曝光了 您可以看到不只是养成欧破一个人 而且呢 似乎是在养他全家吗 而且现在还被外界爆料说 就连电费也出 好 这张呢 诈骗集团的人脉关系图 现在有人说如果真的查下去的话 恐怕一路就会动摇党本 好 我们来看到到底有没有可能呢 因为被发现说成欧破的办公室 还有坐车全部都是IMB所提供的 好 现在有人问说 你说我跟他不熟吗 这恐怕很难很难让外界相信吧 好 另外也有说 IMB诈骗集团跟民进党之间 是有非常复杂的政商关系吗 我们继续好好来看到 现在在党立委紧咬的是 呃 陈家似乎长期被诈骗集团包养 从陈欧破全家到民进党 某些院长级的人士 似乎跟诈骗集团是利益共生体 好 检调应该要彻查一下 金流跟人脉关系 好 另外许晓星有指引说 诈骗集团不只是在养成欧破全家 连他们电费也是诈骗集团在出钱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陈亭飞 这一次他有支持陈欧破 好 因此呢 这个他的说法是 为什么觉得陈欧破跟诈骗集团是没有关系呢 他说呢 打炸国家队的第一场记者会 就是我跟陈欧破所召开的 因此我帮陈欧破抱不平 好 网友立刻开酸了 陈亭飞你这根本就是提油救火吧 另外也有人说 诶 我只想到这么一句话 做贼的喊抓贼这句成语 好 同时呢 现在外界也质疑咯 陈欧破你拿着麦克风打炸吸引选票 但是没有想到另外一只手 竟然在桌子底下收诈骗集团的钞票 这不是很可笑吗 同时现在还被外界抓到 很有可能陈欧破跟诈骗集团之间的关系 只是小咖吗 这背后有没有会有更大咖的人被爆料出来呢 我们继续就要来关心的是 蓝莹在22号这一天告发了陈欧破 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 还有贪污治罪条例等等 同时也再度揪出了IMB诈骗集团 不只是养陈欧破 而是在养陈欧破全家 时事评论谢寒冰解读了 陈欧破现在宣布退选 根本就是弃居保帅 民进党是要保住赖勤的 我在此正式宣布 推出宜兰立委选举 陈欧破扛不住了 全境IMB诈骗风暴 接受主席曾国伟无偿赞助竞选 舆论发酵选择退选 占清白 我想这种挤牙膏的方式 对很多人都无辜 我在这里讲什么 大家也不相信 大家也不相信 语气听得出很绝望 但退选是否自证挂钩诈骗集团 蓝莹大直告发 包含你的竞选总部 包含你的保姆车 都应该在政治现金的系统里面 能够看得到 但是它却完全没有 如果说IMB在债权方面 有涉及宜兰的土地跟债权的话 那很有可能它会因为有这个对价关系 违反贪污之罪条例 最后一点也是欲请检方 去查清楚是不是共犯 陈欧破席日的服务处成了诈骗大本营 想不到使用过这服务处的不止陈欧破一个人 连他夫人所担任的宜兰县 进步妇女联盟也登记在这个地址里面 显然陈欧破全家都跟这个诈骗集团 有相当深厚的关系 从18号陈欧破挂钩 曾国伟事件爆发 连绿营创党党员都看不下去 发公开信呼吁退选 隔天陈欧破出面道歉 最终还是以退选作收 相隔四天 郑国会的陈欧破被解读是受到 新潮流的逼退 对民进党来讲 他们权力就是要保住2024大选 那牺牲一个从红欧破 如果能够保护住赖清德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划算 这是一个弃居保帅的一个战略 那问题是 这个事情有这么简单的解决吗 略影响切割IMB 结果连台南市长黄伟哲 也被揪出跟曾国伟同桌参序 台南市府灭火说 这是指风车剧团的公益参会 黄伟哲致意理所当然 但还有陈菊和郑文灿等大官 都跟曾国伟关系匪浅 还有多少的绿营高层 还没有被揭露的 民进党执政了这么多年 没有替大家减少诈骗案 还跟诈骗集团勾结在一起 伤害台湾的民众 民进党的治国纲领 嘴巴上喊着成立打诈国家队 实际上却是认真的组成 诈欺国家队 结果设计员陈佑台北报道 好当然这个绿营高层 跟IMB的诈骗主 嫌曾国伟互动的争议越演越烈了 议员有赎惠22号再度爆料的是 台南市政顾问陈正修 也跟他合伙傅康生计 陈正修同天喊冤 曾国伟和民进党高层 也有很多关系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扯到我这边干嘛呢 对于这个部分 时事评论人张雨萱说了 曾国伟或许不用借陈正修 牵线绿营的高层 但是陈正修在去年的6月15号 在脸书 秀出了某工广集团的 新高层赠予的50周年纪念酒 好实质呢 该集团接连发生蔡依依等等 出包事件的前后 陈正修甚至还批评 前高层是乱员 陈正修你口口声声的 正当工作傅康生一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传销公司呢 网路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资料了 张雨萱他也特别示警 身兼政治评论员的陈正修 如今在反咬蓝音人士 想要利用媒体带风向 好小心一阵乱油之后再度回吹 这个火恐怕只会越烧越大 前卫福部长陈时中跟律师 22号这一天到了北检去递状 好针对了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 吴子佳多次公开指称 苏贞昌政府陈时中部长 因为采购BNT疫苗一案 A了1亿美元 好提起的是刑事告发 但是吴子佳也直接反击了 他认为说陈时中你这个举动 根本就是自取灭亡 因为采购合约只要进入了诉讼程序 必须强迫被公布 2024绿营的选举恐怕就GG了 好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 继续来了解这个陈欧破 扯上了诈骗集团的事件 好现在他虽然已经宣布退选了 但是真的是难以止血吗 前立委郭正亮分析 恐怕陈欧破自己知道 对方还有资料 因此不等赖清德出手 就先宣布退选 但是其他的律委 也应该要有所警觉 第一个是真的选不上 那第二个是知道 还有很多资料 那第三个你说 他去跟赖清德做报告 我觉得赖清德是 赖清德早晚会被逼着出手 只是说陈欧破更早出手 只是这样而已 因为陈欧破这个断点算是他 还好他切得快 不然这个礼拜通通都是他的新闻 对 继续烧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结果我们今天还是要讨论一下 因为他退选也是个新闻 可是人家因为认为不会只有你 所以人家会继续挖别人 问题在这里 我们台湾这种政治体系 你在外面那种 没有扶上台面的金主很多 很多 很多啦 可是就是说 有些人在外面干些什么事 你总要耳闻吧 而且这个是支持你很大的金主 你对于他的所作所为 你要警觉啊 不然到时候一定会被人家挖的啊 挖到什么时候 你把钱吐出来为止 不 这种事情真的是这样 就是你曾国 那个你曾国伟 你到底吃了钱 你现在有吐出来吗 你搞不好都藏起来了啊 我跟你讲 这种社会事啊 就是要摆平 真的摆平 那个声音才会不见 不然人家就是继续捅你啊 就是这样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